开放中的古巴充满潜力跟吸引力 而现在全球都认为有吸引领的地方在东斜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菲律宾 它因为成长了7.4%的服务业 抵消了因为天灾而造成的农业衰退 让菲律宾在2015年第4G的GDP成长了6.3% 让菲律宾成为了相对比较不受中国大陆影响 经济成长最快的经济体制一 而政府的支出成长有17.4% 投资部分的成长也有13.5%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计算机生产基地 设厂菲律宾 计算机用力摔其实是在做平管 这叫落下测试 摔完后听听看有没有异音 确认螺丝是否松脱 这条输送带从第一站放上壳 到最后一站包装完成 大约12分钟 平均每4秒就能出产一台计算机 20条产线将近3000名员工 年产能最高可达6000万台计算机 金宝是全球计算机代工龙头 市占率约7成以上 过去生产主力在大陆 近年转往菲律宾提升代工毛率 金宝在菲律宾连盖两座大厂 总计投资高达约40亿台币 看准的就是人工成本 他大概中国大陆一半到六成 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处于一个 尚未充分就业的状况 所以他的 员工的流动力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员工他的学习能力也比较强的 那相对他还有英文的优势 所以在那边减少了很多 以文的障碍 所以对于台商或是其他企业 进入菲律宾 设立生产制造基点 他的learning curve是比较短的 菲律宾的改变来自2010年政党轮替 艾奎诺三世推行改革有效 改善贪污腐败 建立起外资信心 BGC跳区占地308公顷 是信义区两倍大 国际企业五星饭店 纷纷抢劲投资 过去三年 累计外资直接投资 菲律宾的金额高达133亿美元 约台币4120亿元 2014年的62亿美元 更创下历史新高记录 每年超过1000万的 非国海外劳工 会回外汇多达300亿美元 近年更打败印度 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外客服王国 未来的大概10年 大致经济成长 还会维持在5.6到6之间 菲律宾好比是刚睡醒的亚洲虎 老虎发威 连续三年 GDP成长破6% 美国智库更预估 菲律宾将成为亚洲前三大经济体 不过基础建设不完善 是一大隐忧 飞国政府统计 马尼拉及近郊塞车问题 每天耗费约台币22亿元 新兴中产阶级掀起的买车潮 让周通更加恶化 塞车噩梦 是菲律宾经济展翅高飞 必须克服的困境 也将是新任总统的一大难题 TVB的新闻 李伟华 陈和林 菲律宾采访报导